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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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我是GuruTeddy 又是我们学习钉钉的时刻了 在还未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了 好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再聊一聊 关于这个手机版的钉钉 那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我选择任何的应用 比如说这个审批 哎呀 里面的都是引文 啊 即使我已经转换成中文版了嘛 因为这个是没办法嘛 如果那一个人 他在输入标题的时候没有输入中文字 他是不会 啊 变成中文嘛 那么现在呢 钉钉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功能 我可以把全界面转换成中文 怎么样做呢 首先你先点击你的人头像 点击设置于影视 然后再点击通用 这时候大家没有看到全界面翻译 好那么全界面翻译的话呢 呃 比如说我要这个中文 这个我也打开翻译工具 好了哈 好 现在我们回去前面看一看 大家看得到吗 哎 全部变成这个中文了哈 哇哦 非常的方便哈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呃 发现哈 他有非常多的语文啊 有中文英语 日语 越南语 呃 马来西亚语 等等等等的哈 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么如果你觉得 这些视频呢 有对你相当大的帮助呢 请记得 like and share 最后最后 ABCD 一步到位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